嗨 大家好 我是日本银河系的下期 2023年2月19日 文贵先生大直播摘要 一 共产党控制了你的钱 你的言论在控制你的饭碗 就控制了你的命 中共给伊朗的4000亿美元 归哈梅内伊家族 对外宣传是呼噜伊朗人 二 腾文生曾告诉郭先生 朝鲜如有机会扔核弹 一定不会扔到韩国 美国 而是扔北京 那样的话 中国人将解放 世界将变得很好 俄乌有很小可能性走向核战 美国撤侨是因为发现 俄核潜艇在移动 三 卖美贼不会因气球事件 而彻底曝光 但气球事件绝对超过 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 美国最侵华的不是白宫 而是美军 CIA高官告诉郭先生 美国不可能消灭共产党 有共产党在符合美国利益 他之所以有这种观点 是因为卖给了中共 3000万美元的软件 四 气球事件让美国人知道 共产党完全有能力摧毁美国 气球将美军的电子战 战斗机等归零 改变了世界战争的规则 美军有能力三分钟摧毁中共 但关键是敢不敢用 中共现在通过气球不给美军机会 使用这一能力 五 气球事件使共产党向美国宣布 我有能力去你家打你 但是因为中国地大人多 美国却无法将中国彻底摧毁 气球事件对世界是颠覆性的 现在世界各国的选择是 要么被共产党统治 要么将其消灭 六 我们通过气球事件 让美国知道 洗死黄是控制武器的人 中国人民不愿意干 所以中国的人况 不会因此被牺牲 扶起等帮凶一定进监狱 并成为打击共产党的核心理由 成为查封其海外资产的抓手 八 在国会山的抗议活动一定要坚持下去 抗议时要守法 要违征不破 要在国会发声 要提升自己素质 而且在世界各地 凡是与共产党配合的 我们都要抗议到底 九 Chad GPT 开创了 AI 的新时代 可能会赚大钱 但最终可能因挑战公共道德而成为牺牲品 或因影响政治安全而成为牺牲品 它绝对没有未来 十 伊朗总统缩短访华行程 因为习对支持其掌控权力 提出了严格的条件 第一条 过于机密 现在不能公布 第二条 共军入驻伊朗南部 第三条 签订关于华为军事基地 和石油出口的百年计划 前三条 莱希全部答应 第四条 伊朗国家人民壁画 对此 莱希借口身体不使回国 十一 中共通过新加坡支付伊朗石油 洗钱 美国很快会制裁新加坡 十二 中共近期更换多家银行负责人等操作 第一是要消灭王岐山在金融的山头 第二是因为资金大外逃 后续还要在金融司法系统抓七千人 十三 狂飙电视剧的原型 是湖南公安厅副厅长 此剧背后推手是中纪委国安委和政法委 这是在整王岐山梦建筑之前的放风 共产党一直都是舆论在先 十四 共产党通过狂飙这部剧告诉中国人 中国有黑社会 所以需要中国政府这个白社会来提供保护 而且所有坏事都是贪污腐败分子干的 十五 没有共产党的腐败就不会有所谓的黑社会 真正的黑帮是共产党 金针是东场西场的结合体 中纪委就是替党杀人开路 十六 包凡是王岐山梦建筑共同信任的几个人之一 他是港澳洗钱的前三号人物 十七 从中共国出逃的资金主要流向新加坡 欧洲和中东 过去四个月新加坡成了帮共产党洗钱的第一名 美国不允许 不可能允许其继续下去 十八 洗钱包是永恒的私人银行 推广洗联储 HP就是救人 洗钱包为战友们的资金提供了安全的去处 洗钱包是去政治化 去法币化 最安全的私人银行 十九 数字货币必须要合法避税 要绝对安全 要实现点对点支付 而且不能有任何政治风险 这些只有洗币全部做到 二十 比特币 以太坊等是同质化的数字货币 NFT是非同质化的代币 法币是人类最大的悲剧 法币不被铲除 人类就没有公平 二十一 财富需要政府监管 但政府不能以监管为名 抢夺财富 我们就是要创造一个工具 让干净的财富不被抢夺 美国司法被武器化 让所有人金融不自由 美元也不可能强大 二十二 我们不是反疫苗 而是反毒疫苗 二十三 洗联储的官僚导致申请的执照 推迟了九个月 导致在日本到现在还没被批准 二十四 战友们要找到自己的定位 抓住重点尽可能的帮助战友 不要太多建议 大乐必益 大礼必减 要把复杂变成简单 但质量和境界一点都不能少 二十五 郭先生的英文名来自爵士音乐家 Maris Darius 二十六 我们要建一个池子 建成后 全球资金都会流进来 一定要拿稳自己的币 我们正在 而且已经改变了世界 以上就是大致播这样 谢谢 再见